侯友宜其實幹了一個大事情 你知道嗎 結果台灣沒有人報導 他把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達成了 侯友宜的政治能力壓蛋 你恩恩爸跑去上追預告節目 我就說你政治嘛 你沒黑嘛 等一下 董事長 這樣會不會傷到恩恩爸 如果侯友宜 再怎麼都不願意傷害恩恩爸呢 我們今天突然講到這題 我講一件事好不好 董事長的評論 還有這個很多人在講 我都理解 我也都接受 但是 侯友宜跟我講的內容 再告訴你 就恩恩這件事情 他的態度 一個市長能夠 因為侯友宜四年前 他的口號叫安居樂業 也變成小啊 什麼東西 安居樂業 可是能做到其實並不容易 侯友宜 他我平安心講 他這個垃圾山這個事情 我是佩服他的 如果新北市的市民 你們自己悶心自問 這件事情是不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應該要問一個人 就是四年來 就每天靠罵侯友宜 然後得到高民調的議員 這個議員這一次也會選舉當中 也會用這個方式來罵 新潮流的年輕輩的議員 叫戴偉山 他四年當中憋事不幹 每天修理侯友宜 然後達到高民調 因為在富士選舉嘛 他這一次的選舉方式也會高 每天修理這個侯友宜 他也會當選 也一定是第一高票當選 但我是說這種咖 你新潮流這種咖 你現在戴偉山來回答這個問題 侯友宜這件事情 到底做的是 你新潮流自己人做不做得到 你自己一個客觀評價 那我們從這個恩恩這個事情 來看侯友宜的話 我也看出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侯友宜的政治能力 壓彈 我跟你講講坦白的 恩恩這個事情要我來處理 我一天就把你處理掉 很簡單嘛 你恩恩爸爸跑去上週遇寇節目 我就說你政治嘛 你抹黑嘛 他怎麼好談的 你去上週遇寇節目 週遇寇那個是96萬的節目嘛 等一下董事長 這樣會不會傷到恩恩爸 那個另外一回事 那你要做選擇 那你去完恩恩爸節目 你就要到董事長開獎來嘛 你就要平衡嘛 對不對 你就到我這邊來 兩邊一起打嘛 那如果侯友宜他不願意 他再怎麼都不願意傷害恩恩爸呢 不是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那不是願意不願意 那是你的政治 他的政治能力的處理太差嘛 我想說侯友宜的幕僚 都是公務員 他的劉和然 原來是當老師 他們都是一些講難聽點 我在看啦 都一些國藝人啦 這是蘇生論兵嘛 蘇生造反三年不成啦 那侯友宜不是一個求怕給他嘛 侯友宜他 他的口才也不好 他抓犯人說 他抓張其民是要開槍就好 他不需要跟他講 不需要用耍的 不需要討論啦 啊 黃小派你要出來談判 我給你少關兩年 不會 他給你把你開下去 給你開槍硬幹嘛 你這個節目現在九千多人在看 你今天突然講到這一題 我講一件事好不好 11月26號以後 今年選舉完結束以後 我再來這個節目 我告訴你這個問題 侯友宜 因為很多網友問我說 來專訪 為什麼沒有問他恩案 當然有要問 但後來 我跟他的談話內容 我在11月不要選舉前 我不要講 選舉後我再告訴大家好不好 就是說為什麼 董事長的評論 還有這個很多人在講 我都理解 我也要接受 但是 侯友宜跟我講的內容 等到11月26號 我再告訴你 就恩恩案這件事情 他的態度好不好 恩案的事情很簡單 這就是一個法律問題啦 因為恩恩案的所有的法律相關規定 就是不能夠解放不能夠 不能夠釋出相關資源嘛 很簡單 119 110 我打到110 你把我資料洩漏出來怎麼可以 這法院判決你就洩漏 法院判決我就釋出 就那麼簡單 台灣是個法治國家嘛 你用鬧的什麼用呢 那個恩案鬧到後來的結果 包括林佳龍現在也跟進了嘛 那這怎麼不是政治呢 已經從一個簡單的一個 一個老百姓的服務案件 已經變成一個政治事件嘛 變成政治事件以後 你何友宜沒有敏感到變成政治事件嘛 如果我是何友宜 你變成政治事件 我就會派誰上場你知道嗎 我就會派林賀明上場嘛 林賀明的招就是有用的嘛 林賀明就是搞政治嘛 就是不要臉嘛 民進黨就是很簡單 林志堅明明是個大便 他給你凹啊對不對 那恩案裡面也還有是非問題哦 有對有錯哦對不對 他的侯友宜就一路挨打嘛 挨打的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他是政治的 他已經變政治已經不是是非了 結果侯友宜 結果民進黨就把政治 把完全一個是非打成政治 那侯友宜呢 碰到政治問題的時候 把它變成是非處理 是非處理 是非處理的時候你一定輸嘛 你劉鶴然哪有辦法處理這個事情啦 這種事情碰到我簡單 是找吳子佳上場 我兩天就跟你解決 我就跟你說你輸了嘛 簡單講完不要去談了啦 這個事情已經政治化 政治化就是選民輸贏 就是政黨對決 這麼簡單的事情就結束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覺得這是侯友宜的 團隊的政治能力是差的 是不好的 是跟民進黨這些 這些恰靈恰厚的 來拼政治的話 後悔的團隊都是講難聽的 吃了過了嘛 都是跟他的家禽 一個是野獸 一個是山上養著這種 毒蛇猛獸型的民進黨 然後一個是在動物園養著這些野獸 後悔一一打政治就輸掉了嘛 後悔因為他為什麼會存活 因為他能夠把垃圾山變成下綠地 他是拿本事來跟你混了嘛 民進黨是用騙的 總統都敢講說 這媽的抹黑 您之間被抹黑辛苦了 這種事都發生在台灣了 你何友宜這個標準了 已經沒有標準了 沒有是非了嘛 完全搞政治 完全搞政治要靠誰 就靠我這種殺手 殺他們你知道嗎 大家搞沒關係 就搞政治跟你幹嘛 為什麼國民黨今天會那麼弱 就是國民黨把是非跟政治分不清楚嘛 國民黨你看沒有一個人在出來 做政治論述辯護的嘛對不對 好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物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投 就可以買得到 好